温柔 贤惠 善良 俗敬的妈妈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又或者是强势 霸道 慢横的妈妈 你们喜不喜欢 不管自己的妈妈性格是如何 几乎所有的妈妈 她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非常爱自己的孩子 双叶是一位妈妈 她跟其他妈妈没有什么不同 要说区别 那应该就为自己的丈夫天奇不在了 一年前天奇出门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所以双叶是一位单亲妈妈 她独自扶养女儿安成长大 安成并没有因为父亲离去 而变得郁郁广欢 反而经常跟母亲较劲 经常跟母亲说不想去学校 面对自己的女儿 双叶总感觉愧疚 总是向自己认为最好的都其余她 不过不去学校这件事 双叶并没有惯着安成 她不知道的是 安成不想去学校的原因 是因为同学总欺负她 每个人见到她 都会踢一下桌子 被全班人排挤的安成 她不喜欢这里的环境 可没多久双叶还是得知了这件事 因为学校通知而赶来的双叶 见到自己女儿浑身 被涂满了颜料 安成没有哭 反而笑着说身上一共都是11种颜色 双叶不像其他母亲那样愤怒 也笑着问你最喜欢什么颜色 甩蓝色这个回答 让双叶记了下来 她告诉安成自己喜欢红色 代表着喜庆 代表着热情 双叶的教育理念 跟很多家长都不同 她明白人生处处都是脾巾带极的路口 如果选择 如果面对 都要安成自己决定 可不幸 很快找上了双叶 爱政晚期 她一人全处在自家的澡堂 默默的哭泣 可事情现在已经发生了 她必须在离开前 将一切都打理好 她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选找丈夫 好在天奇并没有躲得很远 在自家侦探的幽灵的帮助下 很快就找到了天奇 后退了 还有幽灵的女儿小雅 也帮了很大的忙 夏儿是一位没有母亲的女孩 因为母亲在分娩时去世了 她的家庭跟安生相伴 都是缺爱的孩子 顺着侦探提供的消息 她真的找到了天奇 两人见面 自好没有一点尴尬 反而有说有笑的 可这还算不错的气氛 随着双叶说出自己得了癌症后 天奇的脸上没了笑容 她最终还是回到家里 但不是一个人 还有一位女儿苏拉 这是她偷心换来的结果 只是那位女人如今抛弃了她 一家人坐在一起吃饭 气氛有点尴尬 可是见到这位无情 抛弃自己却又回来的父亲 安诚表示很愤怒 她一人躲在卫生间 而天奇只能在外面 不断地祈求女儿原谅 虽然父女的关系 也暂时没有得到缓和 但起码安诚的未来 有天奇照顾 而第二件事 祝诺送给安诚一套 酸涩的那一套装 她很快就要离开了 可代表女孩长大的 标志性礼物 作为母亲 必须送诉 每天的4月25日 都会有神秘人送来高足现 这也是安诚最喜欢的一天 可每次吃完 双业总会让安诚 写一份感谢信 最后的生活 就发生了饭店附地的改变 双业不在乎安诚 是我能够习惯 她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考虑这些 而家里的新市场早堂 即将开业 一家人都在清洁 在这过程 幽默风居的天气 跟女儿的关系 稍微得到了一点好转 其实安诚并没有怪父亲 她所处的环境 注定让她的心态 远超同龄人 她只是讨厌父亲 但拉里拉他 啥事都无所谓的模样 因为安诚 也讨厌现在的自己 诺诺 无能 好像就是在描述自己 因为在学校 自己永远都是被把宁的人 她的制服 在上体育课的时候 被同学偷了 可双业 却拒绝给安诚 买新制服 这导致隔天 安诚无论如何 都不去学校 可双业 哪里会同意 母女之间终于爆发了争吵 安诚抱怨母亲 根本不懂自己 她说她无法做到 像妈妈一样勇敢 可其实妈妈的内心 安诚也不理解 双业只说了一句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不一样的 最终安诚穿着运动服 还是来到了学校 全班同学都还嘲笑她 好像是很好笑一样 可在课上 老实惊呆了 因为安诚脱掉了运动服 赤若身躯 她讲到了妈妈的一句话 如果选择一次放弃 那永远都将放弃 她不能再诺诺下去 否则将是一辈子的诺诺 她的勇敢 也让她成功拿回了校服 可其实双业并不是基础 这一切都在她的安排中 她必须在临走前 拿安诚明白 更多的生存法则 而她打理的最后一件事 就是带着两位女儿去旅游 途中有一位小伙子明月 主动搭讪了双业 理由是因为喜欢红色轿车 她是一位背包客 因为幽默风趣 她不仅蹭倒了车 还和安诚苏拉打成了一片 可是看起来活泼快乐的男孩 竟然在无人时 在露出了一种沧桑的模样 双业明白她有心事 而明月也很直接地 告诉双业自己身上的事 她是一位富二代 她喊过三个女人妈妈 可是却唯独亲生母亲 没有喊过 这种混乱不堪的上流生活 让明月非常厌恶 她不知道自己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反正时间还很长 她也习惯了虚读光阴的日子 双业没有选择安慰明月 反而调感自己竟然载着一位烂人 可在下车后 她急于明月一个拥抱 并劝导明月 是时候开始规划人生了 那种劝导 是长辈的劝导 让明月感觉双业 好像就是自己的母亲一样 只是简单的一个拥抱 和简单的几句话 加上了真情十一的游路 就拯救了一位孩子 双业显然很理解 这些缺爱的孩子 需要什么 双业答案称 在旅游的地方 有高足谢吃 即使每年送高足谢的神秘人 名叫军元 她是一位聋哑人 更是安诚的亲生母亲 因为当年感觉自己无法照顾安诚 而选择逃避 高足谢 成了军元自认为 能稍微弥补女儿的一种做法 在即将离开时 双业觉得自己是时候 该把任务还给军元了 她一生未孕 把安诚和苏拉 都砍成了自己的女儿 她也从小就叫安诚学习首语 她早已算到 终有一日 他们母女会再相见 而双业之所以能理解明月 能理解安诚 那是因为她也没有妈妈 她很想念妈妈 所以侦探就不断地替她寻找 可没想到 自己的亲生母亲竟然不愿意见自己 她远远地从大门口望去 那幸福的场景 让她终于有点崩溃 坚强独立的心态 一下子全没了 她像小孩子一样拿起石头 扔到了窗户上 随着玻璃破碎的声音 双业的心也碎了 身体越爱越差了 天吉也决定对行澄清的诺言 带双业去看爱奇心思塔 可最终双业看到的 却是女儿送给自己的一个模型 但是她也满足了 可天吉却认为这还不够 她跪在大家的面前 女儿 侦探 前妻他们面前 请求他们帮一个忙 那就是叠成一个人形金子塔 她在嘴底下 大声地对双业呐喊 自己一定会照顾好家人 她当双业 一定不要担心 一定 此时的双业早已哭成了泪人 她好想活下去 那坚强的内心在这一刻 终于支离破碎 可没有什么奇迹发生 她还是暗暖地离去了 偏名滚烫的爱 人生经历过最痛苦的是什么 被扒淋 爱人背叛 还是面临死亡 许多现实的惨规写照 都在这部电影里 但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 都有想要守护的东西 而想守护任何东西 就只有让自己变得勇敢 例如母亲为了我们 例如父亲为了母亲 羁绊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 因为它的存在 哪怕没有血缘关系 也能让人紧紧相连 而母爱这个词 真的是非常非常伟大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